苏丹反对派人士成绩将近一个月之后 再次号召大规模示威 主办方在全国呼吁百万人大游行 抗议军政府残忍杀害和平示威者 要求还政于民 军警再次发射催泪弹和开枪镇压 至少七个人死亡 将近两百人受伤 军警在六月三号血腥镇压军方总部外的和平示威后 封锁网络 让靠着互联网串联集会的反对派瘸了一脚 但是愤怒总是有办法跨越时间和空间局限 星期天的百万人大集会 是三个星期来最大型的群众活动 大批苏丹人涌现首都喀吐木和多个城市的街头 抗议军事委员会剥夺民权 暴力镇压示威行动 夺走百多人的性命 示威者当中有不少死者的亲属 在军方用残暴手段表明不容意义之后 这场集会被视为是测试人民改革意愿的民主考试 而苏丹人民没有让外界失望 他们挥动国旗 强调他们都是爱国之人 但是他们已经受够了几十年来的军政府统治 因为军政权冷血无情 忽悠民意 不过军方再次出动催泪弹 驱散人群 现场顿时白烟弥漫 示威者四处乱窜 一些人直接徒手拿起催泪弹 回进军方 过程中还不断传出枪声 保守估计当天的示威冲突 造成至少七人死亡 181人受伤 其中27人受枪伤 部分伤者伤势非常严重 军方也有大约10人挂彩 就在示威者严厉谴责军方暴力之际 军委会宣称 多名枪手在首都姐妹城市恩图曼 向民众和军人开枪 这些都是试图陷害军委会的有心人 自6月3号的冲突以来 已经有135名示威者死亡 苏丹的民主历程 从希望变成失望 如同后阿拉伯之春的埃及 在这个看不见尽头的斗争 没有人知道还会有多少人牺牲 我那边就有新疾病 我后一会有新疾病 就是给 好